那么在花莲公费疫苗是开打了 凤林警分局也进行了第一梯次 以及五位的约顾人员 在凤林镇的慈济禁司堂 完成了疫苗的适当 那么由于今天适逢615警察节 不少远警都说这是最赞的警察节礼物了 除了医事人员 身为人民保姆的警销人员 也在今天的公费疫苗开打中 卷起了衣袖接种疫苗 增加身体对病毒的防护力 才能够安全的保护自己 也能守护民众的安全 今天公费疫苗开打首日 凤林警分局也进行第一梯 总共85名外勤远警 以及五位的越雇人员 在上午9点准时在凤林镇慈济禁司堂 排队接种 由于今天适逢615警察节 不少远警纷纷表示 在看不到疫情尽头的现在 这是最赞的警察节礼物了 因为我们是外勤第一陷阱人 所以会接触许多民众为您服务之类的事 所以如果有施打疫苗 会多了一份保障 多了一份安全 也以免自己染疫 然后传染给其他的民众 施打当下没什么感觉 就是不是说打完了 我距离还没打完这样 然后打完之后就是 我打左手嘛 然后左手有点酸酸的 凤林警分局辖内各派出所远警 工友以及越雇人员 总共183人 除了有3名远警 在6月15号 以前就已经施打完毕 另外有7名远警 因为食用药物以及身体状况 而不适合施打 而第一梯总共85名远警 今天完成疫苗的接种后 而其他93人也将会在下一波的 6月18号来进行施打疫苗 保护外勤警察健康不染疫 记者是玉兰凤林采访报道